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一样稍微跟同学就是聊一聊 毕竟我们上课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修行主軸 是相关的 即使我们是在谈论经论 谈论佛法的意理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跟我们的主要的人生生命的修行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记得其实在几个月前吧 或是几周前其实也曾经跟同学谈过 就是其实我们在研读经论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本身修行的时候 其实要提出几个重点 要常常去省察的部分就是 我们修行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个必须要问自己的 这样子才不会觉得说修修修 修到后来不知道在修什么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茫然无所措 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检查 你自然既然已经知道我们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解脱轮回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 之后能够自立立他在那个就是倒架持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知道了的话 那我们就要着手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去做落实 所以我们要检查 检查什么 检查你的所作我所为 是不是符合我们修行的目的 我记得跟同学谈过对不对 然后当我们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了知的时候 那天天天天重复的不断复习 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 相信一定会有所提升的 而其实在有所提升的关键点 其实我也曾经跟同学说过 关键点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口意 因为我们的修行其实就是修我们的生口意 对不对 而生口意要提升就是要不断的 从我们的这三页当中做一个所谓的改变的提升 就是不要再重复我们旧有的这个习惯的模式 在那个不断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 夜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轮转 所以这个改变跟调整 其实也跟同学提过嘛 不是说我在其中在诵经修行的时候做改变调整 而是落实在我们的每一个的念头刹那的生口意 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做落实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地方 那今天其实会再跟同学提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跟我们光无量受佛经 今天其实会稍微提到也有一点点关联 而这个其实也不是太过于说非常的新鲜 也是同学非常熟悉的 这个字叫做放 同学说是不是放下 对就是放下 那同学可能会说要放下什么 放下 放下我们六根对六成的贪染 六根同学知道吗 六成同学也知道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的什么呢 色声香味触法 这种对镜的时候起贪染 比如说我喜欢好看的颜色 好看的形状 好看的人事物 在这个地方起什么呢 贪染 这个就是造业的过程 我对声音的美妙起爱着 我喜欢听好声音的声音 我喜欢闻好闻的香味 我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我喜欢触感这个好处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触感的东西 在这边怎么样 黏着不放 这个就是贪染 这个是放下六根对六成的贪染 放下自己内心觉得过不去的感受 担忧 害怕 有没有 然后恐惧 疑虑 还有放下什么呢 舍不得的热受 我昨天好快乐 我一个月前好快乐 一直在回应那种所谓的放不下的欢乐 在这边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其实就是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嘛 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活在当下 而你每个当下都是在过去的影子 这个地方怎么样 在这边那个就是陷在过去的 那个所谓的境界当中 就把每个当下都怎么样 忘失掉了 忘失掉的 还有放下什么呢 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跟见解 还有放下我的那一种执着 什么是我的 我的亲人啊 我的眷属啊 我的所有物 我的财产 有没有 我的名声 我的地位 这个就是我的 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每个人共同的通病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放下对我们有什么用 对我们修行上的功用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 其实不用说到很遥远的 那个所谓的 见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 当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刚刚所说的六根对六成 有没有 过不去的舍不得的感受 还有我的那一个所谓的所有物 其实我们的心其实就会轻松 我们的心其实就会开阔 这个时候呢 其实心就是清净的 心清净的 所以呢 其实这时候就是放下 当对世间所有的攀远跟妄想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会开阔 就会明觉 就会轻松 这个时候就会清净 就会光明 不过还是要做一个所谓的区分 跟所谓的 跟同学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 就是放下不是去阻隔所有的感知 就是说我不要好看的 我不要好听的 我不要好闻的 我不要好吃的味道不是这样 就是我知道这样就好了 我们有这个了知 但是不要去执着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还是必须要跟同学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要不然其实同学到后来会觉得说 我学佛就是什么都不要 这个又是错的 这个又是错的 所以在修行上呢 其实有提到几个重点了 同学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关键性的把握 这个在修行上我会觉得应该是还蛮好用的 还蛮好用的 希望同学在修行上每个人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这个对自己生命还有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好这个是前言 前言稍微讲一下 那我们就是回到课程 回到课程 上一周其实我其实做回顾的部分 其实还蛮多的 希望其实上一周的回顾 对同学呢 其实在观无量寿佛经的内容上 其实有一点点帮助 希望这一种帮助有那个所谓的串联的感觉 就不会觉得说上到这边前面就忘了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觉得说 我自己本身其实上这门课的时候受益不大 那今天呢 其实就稍微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所上的课程 一样在投影片上的左手边 一样用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 来跟同学做介绍 那上一周其实我们是对于正中分有没有 做复习对不对 跟做回顾 而正中分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正中分跟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密切关系 所以我们上一周其实有讲到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其实也做了比较多的 那个所谓的重复 那希望同学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呢 有把这个所谓的敬业三福的法更加的熏悉在我们的内心上 然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可以去那个运作的部分 那在十六关门的庙关上呢 其实是进入到上一周的第四关跟第五关 第四关就是树关 第五关就是池关 那同学说请问一下前面三关是什么 三关就是在投影片上的右手边 其实总共有日、水、地、树跟池 的这样子的一个全部五关的一个罗列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其实都是属于那个磕的部分的一个所谓的放磕的部分 让同学去知道就是有关日关、水关、地关 大概讲的是哪些 比如说日关就是讲太阳有没有 然后下山还有光明的一个所谓的静 那他呢 其实我们的经典还有我们的文 其实大家大概就是分几个部分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那大致上其实就是我们上一周有介绍过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部分所关键 有没有 还有教你怎么样去做观察跟奇观的部分 那其实树关其实我们上一周也谈了 对不对 那上一周其实是进入到池关 池就是水池 水池 那我们进入一点点 进入一点点 那我今天其实还是想说 从水池的池关这个地方开始来 重新做一个介绍 重新做一个介绍 树关其实已经很殊胜了 同学可以看一下树关 它的一个内容有讲到树的体 树的庄严相有没有 还有讲到生法就是众生有没有 还有它的一个庄严相 还有已经可以把那个所谓的佛果有没有 可以已经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树关的部分呢 不只是在关的时候显现树而已 到最后啊 这一个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佛果佛事 全部都显现出来 所以那个所谓的树圣是不可言喻的 不可言喻的 这个是树关的部分 树关的部分 那在持关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第五关 第五关 一到五乃至一到六 都是所一进 所一的部分 那其实到第八开始 其实就是有关正关的部分了 就是有关关到正报的部分 正报的部分 好这个是有关上一周 上一周我们谈到的部分 就是树关跟持关 那谈的并不 进入的那一个所谓的课程啊 新进的并不多 所以我想应该是进度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所谓的压力才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从持关开始 那上一周其实讲到持关有讲到一点点 那我们还是一样 重新再来看有关持关 持关其实看到持的时候 我不知道同学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熟悉 会有熟悉的感觉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第二关是关水 而这个持跟水好像有一点点相关 但是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其实在进入第三关的时候 其实就入三昧 但是在第二关的时候还没有入三昧 所以当第五关的时候 他所看到 我说持关 所看到的这一个所谓的 那个现象比第二关书胜太大太大太大了 所以绝对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所谓的相比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就是有关持关 也就是我们课本第153页的部分 那经文呢 其实第一个开始就是说次当降水 所以同学就可以看到 在持关的第一句有没有的经文 其实不是关持 是降水 是降水 所以这个降水 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降水很容易跟我刚刚所 跟同学所说的 跟第二关的那个所谓的关水 有一点点怎么样相连接连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其实是又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里的水其实是什么呢 八公得水 对不对 八公得水 而其实第二关的水 其实就是从我们说谱世界的水 当作起关变冰 有没有 然后再变琉璃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这里的水是八公得水 八公得水 而方法是用想的方法 那想就是关的意思 想就是关的意思 那必须要说 这个想其实还是一样 要把每一个字 要做一个很明确的了解 这个想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凡夫的一个想的 这个想去做关 但是这个关呢 其实就还不到持关 这个想已经到无漏了 已经到无漏了 所以才有 我们才会知道嘛 这种所谓的凡夫心的有漏想 跟所谓的无漏的想心 是有差距的 是有差距的 那因为是无漏的想心 所呈现出来的 所以他才会有办法 有什么呢 这个叫做八公得水的 这个公得水的展现 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差距 有这样子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说同学 我们不是在修观想念佛 我们是在修持民念佛 对不对 那原则跟功能 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称念佛号的时候 称念到后来的状态就是 新呈现清净的状态 当我们的清净的状态呢 达到一个所谓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现象其实就会展现 这个现象其实就会展现 所以其实不要把称名念佛 跟观想念佛 做一个很决然的隔开 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造成自己本身 在修持上的一个困扰 而是说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看你在用哪一个方法的时候 达到成熟跟怎么样 功德力的展现 功德力的展现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在落实每一个观法的时候 相信同学把那个所谓的原则 跟每一个观法的功能 把它做一个了解 我相信对自己本身 修学或者是修持 称名念佛 会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相辅相成的作用 好 那我们看 赐当降水 那欲降水者 这个降水就是观水的意思 观水的意思 欲降水者呢 就是极乐国土有八尺水 有八尺水 那上一周其实有跟同学讲嘛 这个八尺不是指八个尺水不是 而是说一个尺水有什么呢 八种功德 所以叫做什么呢 八功德水 这个就是很容易 其实就是看到这个文字 自己本身去做解读的一个所谓的错误 所以就是依据我们祖师大德的一个注解 来做了解是最怎么样安全的 所以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就是 言极乐有八尺者 并不是指这个极乐土呢 只有八个尺 乃是指一个尺呢 有八种德 那为呢 此中有水 水有八德 那这个八德呢 其实在下面 其实就有讲什么呢 八公德水的意思 八公德水的意思 所以呢 底下呢 这个所谓的地前法师就说 信物呢 以文害义 要须知道呢 极乐国中有总报词 甚凡共业之所感报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要跟我们讲说什么呢 不要看到经文自己本身去做理解 那这边呢 提到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就是说极乐国中有总报词 那我上一周其实有稍微提到 什么是总报 总报的意思就是说 极乐国土去的众生 不是只有我们说婆世界的众生 十方所有的世界的众生呢 其实怎么样 都会到极乐国土 只要他信愿行 有怎么样去做落实 那去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是感得什么呢 八公德水的这个八尺 就是七宝尺的八公德水 这个叫做总报尺 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感得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报 所以叫做圣凡贡业之所感报 就是凡圣同居图嘛 然后都会看到有七宝尺八公德水 意思是这个样子 意思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看底下的注解 小本云小本就是阿弥陀经 对不对 有什么呢七宝尺八公德水 我想这个同学是非常熟悉的 即使没有上过我们的弥陀药节 我们其实那个阿弥陀经天天送 也可以知道 那个弥陀经的七宝尺跟八公德水 其实怎么样 就是常常可以在我们的耳朵出现 那八公德水呢 我底下这边有做注解 而呢我们的文后面 其实也会谈到八公德水 那这里的注解呢 其实就是一般对八公德水的注解 然后就是沉浸 清冷、甘美、清软、润德、安和 然后除饥渴 还可以长养朱根 长养朱根 那这个都是善的跟好的 就是其实清净到这个池的水呢 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善法 一定只有提升跟增长 那这个就是指这个池的书圣 这个池的书圣 那我就是把它标注这八个 跟我们课本所列的八个不太一样 但是意思是差不多啦 就是吻合的 就是把以前我们所学的 先把它列出来 让同学有一点回顾 有一点回顾 这个是阿弥陀经所讲的 七宝尺八公德水 其大五欲 十方众生往生彼国 即在此池 即在此池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刚刚跟同学所提到的 这个就是总报池 总报池 那有没有别报池 有哦 有总报池就有别报池 那别报池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每个众生 羞耻的念佛法门 他的功夫有钱有身 每个众生羞耻的福报 有什么呢 有多有寡 那敢得的这个七宝尺 七宝尺呢 其实就有大的 有小的 莲花也有大的 也有小的 也有多的 也有少的 就是各个不同的意思 这个叫做别报池 别报池 好 那底下也会谈 底下我会讲 那大概跟同学做一个所谓的介绍 那应该其实底下大概就会 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内容的意思了 好 那我们看下面 池水汪洋如香水海 好 如香水海 香水海其实 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南淹夫提有没有 有那个所谓的七金山 然后所谓的香水海 的这个部分的比喻 乳香水海 水上莲花 然后居中者 如虚弥鲁 虚弥鲁就是虚弥山 然后有什么呢 八品来玄照 像七金山一样 那这个是用比喻来做 那个所谓的说明的 比喻做说明 那总之这个讲的就是七宝尺八宫得水 七宝尺八宫得水 那十方苦恼的众生呢 听闻善知识开示的时候呢 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呢 在极乐世界当中呢 有阿弥陀佛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众生的善根成熟了 那这些众生呢 就肯发心念佛 想要往生到极乐国度 想要往生到极乐国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池内就有一朵莲花的莲心透出来 所以知道总抱池呢 匪为彼国的凡胜所共有 近十方的众生皆共有也 我不知道同学看到这一段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触 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在提到 就是说用那一个所谓的心句的 一个所谓的概念 来理解整个那个所谓的 共有量寿佛经的这个经文 跟内涵 因为就是智者大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原教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嘛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边 其实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们发心念佛 想要生彼国的时候 池内就有一朵莲心透出 不要忘了 这种怜心啊 其实也是我们心所本具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感应道教 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个 愿意发心念佛 愿意生彼国的这一个同时 那这个时候呢 在那一个所谓的心句 就是在我们本性的这样子的一个 具足之下的感应道教之下 在极乐国的这个西方净土的联心 就会有莲花含苞透出 含苞透出 所以要相信自己本身本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亲近国度 这样子的一个感应呢 是同时的 所以我们有发生一念念佛的心 然后生这个愿生彼国的心的时候 其实同时啊 这个联心透出的一个所谓的当然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应道教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应道教 就是有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 具的概念跟极的概念 让我们更加深信 那个西方国度跟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 是什么呢 同时的 同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相应相感 同时相应相感 好这个就是提到 池内极有一朵连心透出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以前也曾经跟同学提到过几个例子 故事啦 故事典故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 就是来到下面 别抱池的部分 如果说别抱池的话呢 就是别业所成 那刚刚有跟同学稍微提到过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跟每个人的修行功夫有怎么样 有关系 所以其实就随着这个人念佛有没有 他的愿力 他的念力 有没有 他的功夫 他的福报 来做一个什么呢 区分 就有他的一个别业 所以是千差万别的 大小不同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是这一个行人 修功所至 修行的功夫啦 修行的功夫 那修行的功夫 其实刚刚有提到嘛 有愿力 有念力 还有包括什么呢 福德善根力 而这个就是跟我们 其实一开始说的 敬业三福有关系 看你修的有多么多么的深厚 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 看个人 所以说真的 其实真正在下手用功夫的时候 根本没时间啊 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修行上 其实都会 就是分分秒秒 那个去争取修行修持的功夫 好 那我们看底下 奇数呢 是无量无边的 不可说 不可说 各在楼阁之旁 行数为内 那这个修行人呢 行者 行人 升彼国之后呢 自所受用者也 为什么是自所受用 对啊 因为这个是别抱持 跟个人的修行功夫有关系 所以 不要小看自己哦 你修的都是自己自受用的 那这个自受用呢 是别人夺不走的 那自己本身 其实就会 承受你自己本身修行的功德 跟你的一个福报的一个享用 这个是自所受用 自所受用 金金所观者事也 好 这个就是以上 有关持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介绍 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介绍呢 其实我想 其实就应该还蛮怎么样 持观嘛 持体的这个介绍 我想应该还蛮那个所谓的 就是 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 好 那底下呢 其实持的介绍 只有介绍 七保持八功德水嘛 对不对 但是他的相貌呢 相貌到底有多殊胜 那我们不妨可以来了解一下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对于 极乐世界 这一个所谓的 七保持八功德水的 进一步的了解 同学如果说 对于阿弥陀经啊 就单单只有讲 七保持八功德水 绝对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透过持相 其实对于极乐世界的庄严啊 其实一定会很了解 所以我们在称念佛号 然后内心想要往生净土的时候 透过这些文字 其实就会帮助我们做一个所谓的观想 我们的念头就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 念头想的这个持相 我们的念头都是清净的 对于我们其实修行上就有很大的助长 很大的助长 好我们来看底下的持相的那个经文 每一个持水 一依持水呢 就是七保所成 那这个七保 他的七保是柔软的 七保是柔软的 我们呢 其实可以看到嘛 看到这两个字就可以 看到这两个四个字 其实就可以知道 跟我们说婆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说婆世界的七保 不管说是金银 玻璃 还是琉璃 都是硬的 但是这个是柔软的 所以很不可思议 那从呢 如意珠王所生 如意珠王其实 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摩尼珠 那翻成中国话叫做如意珠 那如意珠其实就是如其敏啊 就是如我们的意 可以怎么样 就是生出各个不同的 一个所谓的宝物 这个叫做如意啊 如意珠王生 然后呢 分为十四枝 十四枝 那这个就是 那个所谓的 齿的相貌 齿的相貌 那有关这十四枝呢 就是指的是 八公德 齿的水的 十四个分流的意思 十四个分流的意思 那每一枝呢 又做七宝的妙色 就是每一枝 其实都有七宝妙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装眼像 然后呢 有那个取水 而这个取水呢 是黄金做的 而取下呢 同学不要以为黄金是硬的 不要忘了 他的这个宝是柔软的 所以他所留的是黄金的水 黄金的水 然后取下呢 都是用杂色的金刚 来当做是底砂 那一一的水呢 有六十亿的七宝莲花 所以可以想见 这个数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无法去做一个所谓的衡量的 那每一个莲花呢 又非常大 就是团圆正等十二有群 所以其实能够观想到 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就非常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观想的一个景象 都非常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 的一个所谓的殊胜广大跟不可思议 你想想看六十亿的数目 是如何去做观想 所以要观想 其实我们的心量一定要打开 就是一开始跟同学讲的 就是要放的那一个所谓的要诀 因为我们其实 苏婆世纪的众生 内心都很小 所以举心动念 无不失恶 无不失业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不好的环境之下 我们还是要做羞耻 这个就非常了不得 对不对 然后从放下放下这个地方开始 来做一个所谓的修行上的 一个所谓的提升 所以能够放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 那个心是非常非常之广 心是非常非常之广 这个是有关这一段的经文 的内容是这一些 那在进入底下的一个说明之前 我想要跟同学介绍的是十四支 十四支 因为从如意诸往生分为十四支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十四支 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十四支 有没有这个数目字 上它的一个所谓的 要特别说明的 还是意涵的部分呢 那我想想跟同学做一个 所谓的稍微介绍 就是十四支 原则上 其实极乐世界是一个所谓的 极乐只有乐 而没有苦的一个世界 所以它的这个十四支呢 的这个十四跟我们的玉界 我们所了解三界内 玉界跟色界的十四根跟十四种变化 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层次差别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差别 来做对于极乐世界十四支的了解的时候 我想这样子 其实就可以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应该是有帮助的 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所处的三界内有没有 你的那个厌离心会更加的强 会更大更加的强 而且说真的我们的寿命并不长 顶多一百岁好了 八十岁好了 那八十年的一个所谓的生命 在这一个世间上 其实往生之后 我说我死了之后 这个世界就等于没了对不对 对个人而言 这个世界等于说就没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三界内的世间 是非常非常怎么样 虚幻的 虚幻不实在的意识 不实在的意识 就是它的无常性 让我们感觉 那一个所谓的不实在的 那一个假 那个假象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就是啊 就会更加的厌离 想要厌离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不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而去追求我们真正的永恒生命 永恒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就是在这个十字 十四支的欲界色界 跟所谓的极乐世界的十四支 的一个所谓的了解之后 那我们其实就会有更加内心的一个 舍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状态 那欲界呢 其实这个十四支 其实在欲界 其实是从十四根来做认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我们欲界的众生 就是那个所谓的 就是六道嘛 就是那个六道众生欲界嘛 的这一个十四根 有什么呢 掩耳鼻舌声 还有就是心里面的苦乐忧习舍 苦乐忧习舍 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十根嘛 对不对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十根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开始 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同学所介绍的 六根对六成当中的前五根 这个五根 那还有呢 心里感受的这个苦乐忧习舍的 这个受 这个受 那前面两个加起来就是十根 对不对 再加上后面的男根 女根 易根跟命根 总共就是十四根 十四根 那这个十四根呢 其实就是属于我们 凡夫贪求的心 贪求的心 还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不值得去放着的那个感受 那个感受 这个都会引起我们那个在轮回上 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执着 轮回的执着 那这个呢 其实都是造业的过程 造业的过程 就是要放啦 要放 觉察之后就放 觉察之后就放 不要一直去执着 还有不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可惜 很可惜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 那个就是 玉界终生 它的十四根 那玉界以上的 那个天人 就是色界无色界嘛 那以色界为主呢 其实 那个它呢 其实就是 十四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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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种的变化怎么算的 就是初产二产三产四产的变化分别是 两种三种四种跟五种 那为什么会有两种三种四种跟五种呢 我举初产来讲 初产 初产呢 初产天的人变化有两种嘛 第一个 他可以是变初产天 随他的意念啊 来做一个所谓的变化 他变化就是要享乐 好享乐 那 第二种变化是什么 第二种变化呢 因为他是在天界 所以他可以变欲戒天 所以初产天他就有两种变化啊 第一个变初产天的一个变化享乐 第二个是变欲戒天的 那个所谓的变化享乐 那总之就是享乐啦 那故 明思义 二产天的三种变化 就是变化什么呢 二产天一种 还有初产天跟欲戒天 那三产天的四种变化呢 其实就是 初产二产跟欲戒 还有三产天 那四产天 其实我想同学就可以数得出来 数得出来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要修有禅定功夫的时候 其实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享乐 享乐 那禅定功夫 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功德力的一个培养 所以有定功 其实他就有办法 其实可以升到色界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界 但是每个人呢 其实福报还是有限 福报结束的时候 还是一样是会堕落 还是一样是会堕落 所以其实即使是在天上的享乐 都是会跟随无常的变化 而随着怎么样的一个业力的轮转 而会有那个轮回 一样会有轮回 那讲到那个所谓的天界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 那个观无量所佛经有一个人物 叫做齐佛 齐佛他是依王嘛 对不对 那时候其实介绍齐佛的故事还蛮长的 那他说他要依外面嘛 佛陀要依那个我们众生的内心 那齐佛呢 其实他到后来变成是一个依王 那包括其实在僧团当中 如果有那个出家众生病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拜托齐佛去看病 但是人总是怎么样 无常啊 那请问一下齐佛往生的时候 跑到哪边去呢 他跑到道立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然啊 他其实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发心要为众生看病的 这样子的一个愿力一定会得到善终 还记得吗 他当时的一个年代 他就有开怎么样 开头的经验对不对 还有开刀的经验 而且呢屡次其实别人救不了的病 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把他救好 这样子 而且他呢 对于阿瑟世王有没有 是父是母啊 还会劝阿瑟世王向佛陀忏悔 对不对 然后呢归依三宝 你看他的功德力之如此殊胜 如此殊胜 那他往生之后呢 就跑到道立天去啊 那有一天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生团有出家众生病 那一直看不好 一直看不好 那这时候呢 医生束手无策啊 于是呢 木剑连 他神通第一嘛 他就运用神通 就跑到道立天去问琪婆 说有没有什么治病的方法 有没有治病的方法 那这时候呢 琪婆在道立天嘛 对不对 然后木剑连呢 其实到道立天的时候啊 看到一群天人 那很开心怎么样 他们要敢去赴一场很怎么样 很快乐的庆典 我相信同学一定知道这个 有的一定知道这个故事 然后这时候木剑连就在旁边 等那个所谓的琪婆的出现 然后看到那个天人啊 他所乘坐的马车 一辆接一辆 哇豪华无比 那这时候琪婆的车来啊 然后木剑连呢 站在那边 木剑连是大阿罗汉嘛 对不对 那在民间人间的时候啊 那只要琪婆看到木剑连 一定会下来鼎礼 那这时候呢 琪婆看到木剑连只是手挥一挥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那这时候木剑连呢 就用神通 把琪婆的那个马车怎么样 把他停下来 把他停下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琪婆才不得以下车跟 木剑连顶礼 这时候木剑连呢 就罵 就有点责怪琪婆 说你在人间啊 其实 世尊教导你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教导 你怎么到天界 怎么都全部都忘记了啦 那看到那个我 看到我站在这边 你呢 其实只跟我挥挥手 是我用神通力 让你车子停下来 你才下来 所谓的做行李嘛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呢 琪婆就跟木剑连讲 她说 我跟你挥挥手 已经非常好了 你看其他的天人 连跟你挥手 都没有耶 都没有 所以呢 那个我呢 还算是好的 然后她呢 就跟木剑连讲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大家到 天界去的时候呢 因为中了玉乐的毒太深 连心都没有办法自主 连心都没有办法自主 所以 其实木剑连听到 琪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所以她就跑去问 那个誓题环音 就是有关那个道立天的天主嘛 然后呢 誓题环音就说 没有错啊 因为天人其实都知道 佛是难遇的 就是其实在一个所谓的世间 能够遇到佛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但是呢 因为被心里的遇乐 怎么样 所束缚不能够自拔 同学知道吗 就是很想要玩啊 的那一个想玩的心 怎么样 超过了她想要修行的心 所以这样子的 其实就会怎么样 就会让自己本身就是 单染在那个所谓的 遇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我遇到有些人是如此啊 也会修行啊 但是遇到想玩的时候 就不可自吧 好想玩这个样子 所以 反过来啦 我们其实来看 我们身为人 其实没有像天呢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殊胜 就是 想玩 其实就是随时都可以 享受遇乐 真的是高消费 在那边就是有 那个所谓的福报 不断不断可以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福报 但是诸佛所赞叹的呢 还是一样是 生而为人的殊胜 男人可贵 因为呢 在人他可以看到什么呢 无常的苦 那因为看到苦呢 其实怎么样 他其实就不会太过于沉溺 而会生起怎么样 想要离苦的决心 而且想要修行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 十方诸佛都是以人生而成就佛道的 成就佛道 所以 其实 当我们在逆境受苦的时候 而且 当我们在羡慕别人 在享乐的 同时 其实不要忘了 其实还是要珍惜这个苦的机会 珍惜这个苦的机会 不是说 赶快让我再享受一次苦 不是这样 然后自己 虐待自己去想苦 也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要去思维 我们当下这个受苦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有夜感的感知嘛 对不对 过去深造的啊 对不对 还有苦是什么 这个苦的状态是什么 我在感受的这个苦 到底是什么 还有呢 感受苦的这个我 到底又是谁 另外呢 这个苦给我们的启示 还有这个苦给我们的功课 又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可以做思维啊 可以做思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提升到什么呢 我们佛法所说的 诸行无常 然后呢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不要忘了哦 这个其实 这个是生而为人所独享的 所独享的 这个所谓的苦的感受 天人是感受不到的 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比起天人 那种所谓的过度的一个放逸 过度的一个快乐 而不知道无量苦 而提不起心力来修行的众生而言 我们的生而为人的这个人生 是难忍可贵 而且是殊生的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部分 认知的部分 好这个是讲到天界 还有人界的部分 就是那个所谓的众生 六道众生的部分 那极乐世界的十四支呢 是巴公得水的池水 那这个十四支 除了说是比照欲界跟色界之外呢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其实极乐世界的十四支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其实有那个十三个世界 十三个佛土的众生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义啦 很多很多义的众生 其实是都发愿到极乐世界去 那个所谓的成就佛道 就是修行啦 那十三个佛土再加上我们说婆世界 那总共有十四个 所以其实就是十四支 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解释 祖师大德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十四个世界之外呢 还有未来十方世界 诸佛还是一样都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后来将来不只就是十四支啦 而是有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大致上其实它的树木制 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理解 那我想以这个部分呢 就解释到这里 让同学去做一个所谓的深思 做一个深思 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有碰到法 然后碰到修行 乃至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净土法门的殊胜 跟难能可贵 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层次上的一个区分跟理解 好底下我们来看 一一池水七宝所成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池 池没有所谓的别像 就是大小跟方圆 就是池的相貌 池的相貌 那科名池相者 科名池相是在哪个地方 同学知道吗 就是在这里 二名池相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科名池相 意思是这样 科名池相的就是以水呢 为相 池其实就是池水的意思 而这个水呢 其实就是八宫的水 跟我们第二关的水层次不一样 所谓一一池水七宝所成 那这个一一两个字呢 就是成八池而来 一一八光得水 也比佛的一个国内所有的无量阿僧其不可说的一个池 不可说的池 而每一一池水呢 都是七宝所成的 七宝所成的 其禁国之宝 与什么呢 我娑婆不同 禁国指的是什么 对极乐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指的就是七宝 那极乐世界的七宝跟我娑婆怎么样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边 因为我们的七宝是坚硬的 那但是呢 极乐世界的宝是柔软的 所以是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来看 此土虽然是有七宝 但是体呢是坚硬的 体是坚硬的 那彼国之宝呢 他的体是柔软的 体是柔软的 那从如聚明宝来处 那从如聚指的是这一句 从如意诸往生 分为十四支 这个叫做从如聚 就是取前面这两个字 前面这两个字 那就是明宝来处 就是宝的一个所谓的来处就是 从如意诸往所生 如意诸往所生 那宝从何来呢 就是底下 同学可以看底下的文字 宝从何来呢 从如意诸往中所生 之一圆处 然后分作十四支流 十四支流 所以他的一个圆流是如意诸往 那所分出来呢 就是十四支 十四支的一个所谓的支流 十四支的支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意诸往的如意 如意其实是很那个 我们的一个中国话 那这个是翻译的 那他的梵语呢 其实就是模拟的意思 就是模拟珠 就是模拟珠 还记得吗 就是模拟珠啊 他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你呢 水是佐的对不对 把模拟珠放进去 水就会变成清的 这个在涅槃经其实有提到 我们其实也常常 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模拟珠 或者是如意珠的功用 那模拟珠保珠为重宝之王 故七宝水从彼而生 一名呢 模拟水 一名模拟水 其实呢 其实刚刚其实有说嘛 模拟珠呢 它其实投下去佐水的时候 水就会变成清 那它其实有如意的意思 如意就是如我们的意 而怎么样 会产生各式各样子的一个宝 那另外呢 其实因为它 其实投到佐水的地方 它就会变成清 所以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离垢 离垢 离什么呢 离去不干净的 不清净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所以模拟珠呢 其实就是会常常被允用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 那 七宝水从彼而生呢 一名模拟水 水呢 既然是宝所成 所以有什么呢 各种的一个妙色 更何况呢 黄金为渠 更何况是黄金为渠呢 就是以黄金当作是渠水 黄金为渠 更何况是黄金为渠 好来看我们看底下渠的部分 黄金为渠呢 渠呢 渠呢 其实就是渠的意思 就是渠的意思 渠的底下有沙 而这个沙呢 是明金刚 是明金刚 则呢 上下明彻可知 上下明彻可知 明彻的意思就是通彻 然后清净 然后怎么样 透彻的意思 那我这边呢 其实有引用弥陀经 的一句话 其实就跟这一句怎么样 完全意思是一样的 叫做 池底 存以金沙 布地 有没有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完全就是黄金为渠 渠下 皆以杂色金刚 亦为底沙 亦为底沙 这个就是有关 这两部金的互相配合 完全就是显露出有没有 极乐世界的这一个景象 这个景象 先到这里 底下 我们下节课再来谈 同学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就接着再来看 我们刚刚没有看完的部分 就是黄金为渠的这个部分 渠其实就是渠的意思 渠水渠水 渠水渠水 这个其实我们怎么样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的世间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娑婆世界底下的沙 其实就是石头 要不然就是泥沙 但是在极乐世界不是 他的沙是金刚 他的沙是金刚 而这个金刚呢 其实是一种坚固的意识 坚固的意识 但是我们刚刚有说嘛 这个七宝其实都是柔软的 所以金刚在这边 其实跟我们所那个 带起来的认知 其实是一种所谓的 坚固的无漏法的意思 因为他是金刚 而金刚所表现的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在 所以包括池子 还有池底 池岸七宝等等的这些宝 都是无漏的 都是无漏的 所以七宝池的 他的底沙 他是那个所谓的金刚所做的 而这个金刚是无漏的 其实这个无漏 其实就是永恒的 永恒的 跟我们说佛世界不一样 同学有听过一句吗 叫做沧海桑田 就是几年之后沧海变桑田 几年之后沧田变桑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写照 这个叫无常 就是没有一定的状态 就是不断的在变化 但是极乐世界怎么样 不是 不是这样变化不定的 它是永恒的 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庄严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殊胜 然后存在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众生的羞耻啊 羞耻力所感得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上下明册可知 你看明册其实就是亲近的意识 亲近的意识 那众生的亲近业 所感得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环境 包括那个弥陀的一个愿力 然后就是以众生的一个共同愿力感得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果报 水中富有七宝莲花 其数以益寄之 益你看同学 益这个数量就不可思议 有六十益一益莲花团圆正等十二有寻 此都是皆池中的奇妙镜像 奇妙镜像 这个都是属于它的一个所谓的所缘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境界的一个所谓的描述 那这个就是大多圣 不可思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状态 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这一个所谓的所观的这个境 都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心所呈现的 所以我们的心呢 心胸的一个所谓的开阔啊 心胸的这样子的一个容纳 其实就是看自己行者自己羞耻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其实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立刻以去做一个更深入的羞耻 那就看自己如何去开发 看自己如何去开发 总之其实就是有多少的一个所谓的智慧 多少的一个心量 那所能够容纳的就有多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范围 那这个就是有关这些的一个莲花跟水的部分 大本云黄金池底白银沙 珊瑚池底琉璃沙 所以这个池跟底是互相彰显的 所以是互章宝像盛奇妙也 问同学大本是哪一本金啊 对无量寿金不错 我是故意考考的还想不到还真的记得 这是基本常识要记得的 好那盛奇妙也 那小本就是阿弥陀经 小本就是阿弥陀经 好这是有关第二个部分 持相对不对 所以我们持体持的体跟持的相 已经介绍了 那我们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明有关随心的部分 随心的部分 随心顾名思义就是随什么呢 随行者的心想要呈现怎么样的状态 他就呈现怎么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经文的这一句 我想大概就可以表现出来了 其模拟水流住花间 迅速上下 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模拟水啊 在花间怎么样互相串流 而且不只这样啊 流住花间这个可以想象 迅速上下的意思就是沿着树上下 有没有像我们的环境就是水只会怎么样 往下流 他这个还可以往上勒 而且这个是随着我们的意念 要让他上他就上 寻的意思有圆的意思 圆的树上下 这个是寻速上下 好这个是怎么样很特别 很特别 那就可以看到真的 如那个所谓的标题 科名所说的随心 随心 好那我们看 此言模拟水 如舍利佛附罗那 依父母而立民也 依父母而立民也 这个模拟呢 其实就是 就是如意珠 我刚刚还还记得吗 他其实是从如意宝珠当中所流出嘛 对不对 所以流出了这个水 就叫做什么呢 模拟水 模拟水 那乙呢 模拟就是如意的意思 所以他的名称就跟他的如意宝珠的名称是一样的 就好像他后面所举例的 摄利佛跟富罗那的名字 跟他的父母也有很大的关联 意思是一样的 那还记得摄利佛的名字吗 摄利佛呢 的佛其实就是佛多罗 佛多罗 那摄利其实是摄利佛的 妈妈的名字 而这个佛多罗呢 其实就是子的意思 就是摄利子 摄利子 摄利子的意思就是 他妈妈的孩子 就叫做摄利子 摄利子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那一个所谓的当时 那一个国度的习俗 不是重复名 而是重复母名 但是他重复也有一个名称 因为摄利佛的父亲叫 幽婆提色 那他的父亲叫幽婆提色 所以其实摄利佛又有一个名称叫做 幽婆提色 幽婆提色 那有一些其实就是有关 那个所谓的经典的名称的时候 我看有一些注解其实也会讲到幽婆提色的名词 名词 那另外这个摄利的意思 其实同学比较知道的就是 摄利是一种鸟 对不对 叫做什么呢 鳩 鳩就是摆蛇鸟 对不对 那又有一个名称 其实就是生的意思 或者是猪 那总之呢 其实这两个意思 就是摄利的两个意思 都跟聪明的相貌有关系 比如说他是摆蛇鸟 摆蛇鸟其实就是很会变才 对不对 那跟所谓的猪 或者是生有关系呢 就是 其实一个人的聪明 是显现在他的眼睛 所以眼睛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人 有没有聪明像 所以这一个摄利 他的意思呢 这两个意思 都跟摄利佛的变才无外 还有跟摄利佛的智慧 怎么样 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就是摄利佛 有名子随着母亲 而立名的第一个 那富罗那呢 富罗那其实 全部的完整名称 其实比较可以常看到的是 富罗那弥多罗尼子 那富罗那的翻译叫做满 弥多罗尼子呢 是慈 没有错 那请问一下 他的母亲是满还是慈 他的母亲的性 是慈 所以其实富罗那呢 他的这个慈字 是跟随他的母亲而来的 所以他呢 其实叫做什么呢 满慈子 满慈子 所以都是从母性而命名 这个是印度的风俗 印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风 风袭的一个所谓的习惯立名 那其实富罗那除了叫满慈子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翻译 以前或者是在法华文具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提过 像比如说满院子 满柱子 满健子 等等的 这个都是富罗那的另外一种翻译名称 那总而言之是跟随着他的父母亲 然后来立他的名字 那这个是举例 那举例于摩尼水的名称叫摩尼水 也是跟他的如意宝珠 的这个如意宝珠有很大的关联 意思是如此 意思是如此 那刺二句 刺二句 这里是讲到摩尼水 那刺二句就是流入花间 然后循速上下 那他所讲的呢 说明的就是随着心 而怎么样 而流动可以上可以下 可以上可以下 那证明随心 彼国的宝水是柔软 而且清阳的 所以呢能上还有能下 看到这边 这我们的心 其实在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怎么样 硬邦邦没有办法去怎么样 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调柔 所以我们心为什么要调柔的原因 是在这里 所以能上能下 那人呢欲保水 流入花间 那水呢就会随人的心意 怎么样 迅速上跟下 迅速上跟下 这个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流呢 其实是流柱花间嘛 流同学知道嘛 就是来来回回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流动 柱呢其实就是灌柱的意思 花 这个地方的花 是底下我们要看的 那个地险法师说 不是指水中的莲花 而是指 行速上开敷的花 那这个呢 其实我找了一下 知理大师的注解 他并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那其他的版本 其实是把这个花 解释做莲花 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莲花 同学可以自己去做 评断 自己去做评断 我不会在这个地方绝对说 哦这个不是莲花 也不会说这个呢 是莲花 那同学 反正这个是花的 一种所谓的展现 那这个地方 其实我就放着 让同学自己去做解读 不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所谓的太大的一个所谓的评判 那总之这个是花 所以寻速而上 流柱树花间益 那这个即从树呢 而下也 那这里的描述 其实就是寻速上跟下 寻速上跟下 那这个就是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模拟水 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呢 就是随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 而有所谓的上下流流动 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想怎么样 那水呢 就会怎么样 照着办 照着你的心呢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流动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流动 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水流动的现象 其实不止在极乐世界啦 如果同学有看过那个所谓的 弥勒上身经啊 他在都帅天都帅光的水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跟行者的修持有很大的关联 那这个就是有关这个花的部分 那在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呢 有说到这个水的现象也是一样 都是属于随心的部分 而这个随心就不是描写什么呢 流动的 他是讲人沐浴的时候啊 他的一个随心的状态 就是人沐浴时呢 想要让水到溪 水就到溪 想要到腰 想要到顶 想要灌身 想要怎么样 还腹如故 想要他冷 想要他暖 都是怎么样呢 随我们的心 而有调整 所以这个呢 非违心夫 这个就是违心啊 就是随我们的意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跟那个所谓的流动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部分 随心的部分 底下呢 我们就来看第四个 明立意 其身为妙 可以喔 其身为妙 然后呢 眼说苦空无常还有无我 有没有一个一个部分 其实都展现这个水 他的一个所谓的样貌 跟我们娑婆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这里呢 其实是讲到这一个所谓的 水的利益 这个利益其实就是 展现在他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的身呢 其实可以演说 苦空无常无我的法 苦空无常无我的法 还有什么呢 诸波罗蜜 诸波罗蜜 那这边呢 其实 有分层次喔 因为这个呢 苦空无我 苦空无常无我 是属于小圣的 对不对 而诸波罗蜜呢 是指大圣的 所以这边呢 不只演说小圣法 也演说什么呢 大圣法 为什么 因为众生根基不同 所切入的点会不同 我记得有跟同学提过嘛 极乐世界也会现身文像啊 但是呢 有些众生必须要 有入身文之后 再怎么样 再提升到大圣 那有些众生 有些众生其实就是 一入就可以入大圣 所以根基不同 其实所相应的法就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不管说是小圣法 跟大圣法 其实都怎么样 都是可以度化众生的 只要众生有相应 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接受 做一个接受 好 这个是演说法的部分 有小圣法跟大圣法 还有赞叹诸佛向好者 一样啊 诸佛向好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还有什么呢 有三生也是一样啊 法报应三生 这个其实就是有 他的一个层次不一样 好 如意诸王涌出金色的微妙光明 好 那这个光呢 可以可以化为白宝色鸟 这个白宝色鸟 一样哦 会和名 哎呀 也会 说法哦 就是 常战念佛念法跟念僧 同学 会不会觉得说 怎么常常在念三宝啊 因为很重要 所以就会怎么样 会念三宝 而这个念三宝呢 其实他的层次又怎么样 又更不同 跟我们说婆世界所理解的 以及呢 他的一个所谓的深入度 更加更加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深啊 更加的深 好那我们来看底下的注释 那我想应该会比较清楚 会比较清楚 那我们的课本呢 是一百五十七页嘛 对不对 一百五十七页的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段呢 后面的注解 其实是 算是 地险法是自己注解的啦 那我呢 看了一下 就是知笔大师的抄 他其实讲到的 我会觉得有点难 但是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提到的天台 蛮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所以我就先把它 解录下来 让同学去了解 不管同学了解多少啦 总之先看过之后 再来看地险大师的注解 我想会比较轻松一些些 就是先苦后干啊 不要先堪后苦 那后的苦都听不下去了 这个抄的部分先让同学看 先让同学看 所以同学呢 其实就稍微看一下头影片 那就是有关这一段 就是知笔大师 做以下的注解 其身下说明的是利益 利益其实就是标示在我们的 科的部分 其呢 水生说法 增加行者的观的智慧 那这个可以知道 为什么 因为演说的小圣法 也演说的大圣法 对不对 所以苦空等是说小 小是小圣 声文的这样子的一个 苦空无常无我 诸肚像好是说大 诸肚指的是什么 非常好就是诸波罗蜜 像好是诸佛像好 没有错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 讲的是大圣法 大圣法 那诸佛像好呢 其实可以说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那也可以说佛的功德殊胜之相 这个都可以让我们一个所谓的修行者 可以趋入大圣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用 所以佛生观有没有很重要 有没有很殊胜 有的 有的 诸佛像好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 经过知理大师的说明 其实就可以知道 它是属于大圣法的一部分 然后呢 又占念佛念法跟念生 那这个有关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的这个部分 就没有注解 那直接跳到念佛念法念生 而这边呢 为什么又是念佛念法念生 因为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提过 对不对 这边主要是要让人可以身观三宝 也说其实在我们所认知的佛法生三宝当中 我们都知道嘛 有别像 一像同体别体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三宝的名词解释 那到我们那个所谓的极乐世界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所谓的三宝的认知 跟所谓的生观更加的重要 因为跟我们修行有关系 跟我们的修行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再介绍一下所谓的别体跟同体三宝 在修行程式上 因为所谓的生观三宝 而有更加的提升 更加的提升 那说法既然是分大小胜嘛 对不对 所以可以知道 这一个三宝也怎么样 赞叹别体跟同体的不一样 书就是不一样 书就是不一样 所以别体跟同体三宝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要跟同学介绍的部分 跟同学介绍的部分 不要以为三宝很简单 三宝其实不会说是 一下子就可以非常的 一下子全部理解 那之前其实有跟同学讲 就是绝症境绝症境嘛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可以去切入理解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常常提醒我们 在三宝的一个修持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别体三宝 什么是别体三宝 别体三宝呢 其实又叫做画像三宝 也是真实三宝的部分 那提到三宝呢 其实就可以有大圣跟小圣三宝的不同的理解 不同可以说不是不同 就是有它的一个不同层次上的理解 这个理解其实就跟我们学习小圣法 跟学习大圣法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大圣三宝 那这个大圣三宝呢 其实对照小圣三宝的同学就可以一目了然 非常知道 小圣三宝就是佛的什么呢 藏六的什么呢 化身有没有 佛就是跟人成佛一样嘛 就是长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圆满相 但是大圣的三宝的佛宝啊 其实就是佛的法报应三身 而小圣的三宝只是什么呢 印化身的佛宝而已 这个就是不一样它的一个层次 那法宝的部分呢 同学可以知道嘛 就是释迦佛其实一成佛成道的时候 就在鹿眼院说什么呢 四地十二因缘的法 这个其实就是法宝的部分 因为它是释迦佛所说的法 那这个法其实就是申文圣的法 因为杜化无比丘出家乃至成道 但是在大圣的部分呢 其实这个法其实就是 带领众生趋向什么呢 就是菩提道 菩提道自利利他嘛 对不对 所以六度波罗蜜 其实是要去实践的法 这个就是六度为法宝 这个是小圣跟大圣的不一样 而圣宝呢 其实以小圣的一个所谓的标准来看的时候 就是一个出家沙门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圣宝 那更近一层 其实就是成就圣果的一个圣者 其实就是圣宝 所以小圣的三宝的圣宝呢 是四果圆绝 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还有圆绝圣者 但是大圣呢 其实不要忘了 大圣就是十圣为圣宝 十圣 十圣指的就是 入什么呢 入见到位以上 就是入段无名以上 段无名以上 所以大圣呢 其实我们从天台的叛教来讲的时候 就是别教的什么呢 入出地 入出地 以上其实就是十圣 那对照那个圆教的部分的时候呢 出地其实 圆教的部分 其实是更加 可能要 另外再 再讲 这个十圣 从别教来讲 就是入出地以上 其实就是圣宝的部分 圣宝的部分 这个就是有关大圣跟小圣的区分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别体三宝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认知 什么是佛法森 的这个宝的这样子的一个样貌 那什么是同体呢 同体 其实也是一体三宝的意思 一体三宝的意思 那 一体三宝 也可以说是 我们的 营念当中 其实就是有具足佛宝 法宝跟生宝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同体三宝呢 可以说是 一个体 具足了三宝 就三宝的每一个体都有三宝的意思 什么意思 是佛宝具足佛法身 法宝也具足佛法身 身宝呢 也具足佛法身三宝 这个呢叫做同体三宝 这个叫同体三宝 同学会觉得很混淆吗 应该还可以啦 对不对 应该还可以 我先喔 在同体三宝之前呢 我先解释什么叫做 一心当中具足佛宝 法宝跟生宝 也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一心当中 就是我们营念当中呢 其实就是 从以前跟同学所提到的 觉正境 来做一个切入理解 就很清楚 就很清楚 就是我们营念当中怎么样 有 有觉 有怎么样 觉 然后去除掉不觉 然后正呢 去除掉不正 然后静呢 去除掉不静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心当中 具足佛法身三宝 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 如同 应光大师所说的 当我们其实理解到这一个 要从哪个地方做切入 的一个修持呢 从静这一个字 静这一个字 来做一个所谓的 切入修持的话 其实就可以慢慢 所谓的提升 静什么呢 静佛 静法 跟静生 这个是从营念 来做理解 那从同体 分别是佛法身三宝 同时具足三宝 要如何去做理解呢 那我们先从佛这个地方来看 因为佛其实有绝照的意思嘛 对不对 法呢 其实有诡则的意思 那生呢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清净的意思 清净的意思 这个就是无为真之过 无为真之过 就是清净的意思 清净的意思 那以佛来看的时候呢 以佛来看的时候 那佛呢 是觉者 对不对 他可以照了主有 所以这一个是佛宝 我从佛来看 佛具足一切的什么呢 鬼犯之德 所以他是什么呢 法宝 对不对 佛完全是无真和和 和谐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是身宝 所以佛具足佛法身三宝 那从法来看的时候呢 法呢 是一个觉悟的一个果的相貌 所以他是佛宝 法呢 有鬼则的意思 所以他是法宝 法呢 他是舍除掉烦恼的一个种种的苦恼的所缘 呈现清净的状态 所以他是身宝 这是法宝 具足三宝 那身呢 身他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呢 官智的一个者 官智者 官智其实是一个觉的状态嘛 对不对 觉者的状态 所以身是佛宝 身呢 其实会有鬼犯鬼则的这样行持 所以他是法宝 对不对 而身呢 是和和的 好 身团是和和的 所以这个是身宝 所以同时 同体三宝就是 每一个宝当中又具足三宝的意思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其实就是乃至身 底下 其实就是对于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注解 那就是有关别体跟同体三宝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 那其实除了这个别体跟同体 其实同学其实会比较可以知道的就是注持三宝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 对不对 注持三宝就是像 佛灭之后啊 我们现在其实 面对佛的雕像画像科像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对于佛宝的一个佛灭度之后嘛 对不对 佛宝存留在世间可以供给我们做供养跟礼拜的 这样子的一个依据 这个是佛宝 而法宝呢 其实就是佛所留下来的三藏十二部经典 对不对 而身宝呢 其实就是替法染医的我们的出家种 这个其实就是有关注持三宝的部分 那不管说是哪一种啦 其实注持三宝我们是比较可以认知的啦 那别体跟同体其实也是一样进一步 我们同学都可以去更深入的去做一个理解 那总之其实就如同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印光大师所跟我们讲的 不管说是我们理解到哪一个层次 我们其实还是一样 对于三宝就是起念恭敬之心 那其实恭敬心起来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受用 其实不要忘记 其实对于三宝我们所面对的恭敬心 不是恭敬别人 这个恭敬心完全是我们自己内心层次上的提升 因为这个才有办法自己本身在修持上更进一步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进步啦 进步 因为这个静字光敬的静啊 提升起来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修行上的一个 所谓的前程前进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起点 非常非常好的起点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起一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 他或者是对境上的一个所谓的很大的分别心 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修行上其实就有蛮大的一个所谓的措施 好 这个是有关三宝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这个三宝是补充啦 就是补充我们刚刚在治理大师有没有 对于别体跟同体之书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稍微做一个所谓的解释 因为我们对三宝其实解释的好像还蛮多的 那其实不管怎么多 其实很值得我们一再一再的做一个所谓的 那个认知 深入的认知跟了解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治理大师底下其实还有做一个 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注解 而这个很重要的注解呢 其实我们课本是没有提到的 那我会认为很重要 那我们呢其实就循着 知理大师的注解来看 就是有关注解经文的这一段 知理大师就引涅槃经 讲到就是流离光菩萨呢 欲来此土先放光明 他的光明像是什么呢 是非清然后现清 那这种所谓的光明像 文书菩萨说 这个光明就是智慧 那其实光明就是智慧 同学应该是没有疑问 其实那以前其实有跟同学提到 清静其实就是展现光明像 而这个光明其实就是智慧的表现 那大师因此 利有分别色 那大师 大师指的是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引用涅槃经 然后利有他的一个分别色 什么分别色呢 就是有什么呢 有光明像 对不对 有水生说法 对不对 而且光明像还会化成鸟 这个是不是不同的一个像貌 这个就是利分别像 对不对 那若色若心若心若色 为是以色 今呢水生说法 光明化鸟 岂不章于有分别色 那不管说是分别色 或者是色 或者是心 这边要讲的是 是什么呢 底下这一句话 色能够造心 色能够造心 色呢聚于心 为呢是以色 这个不是要跟同学讲说 色聚于心 就是心怎么样聚色 不是 他要讲的是 色 怎么样 巨心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色巨心 其实这边 其实要表现的就是 色心不二 色心不二 而不要忘了 像我们所看到的光明像 对不对 如意诸王 百宝色鸟 这个是从心所现 而所现的这个同学 不要把它变成是物化的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心 所以这个色的所谓的展现 其实就是心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说 他就是心 不是 他是色 他是色 但是这个色呢 是不离开心的 那因为不离开心 所以你能够说 他只是色 他只是色 那要表现的就是这一个 而不要把说这个色就是心 这样子的话又搞错了 这个要搞错的 这个也就是底下 知理大师所要说的 你要把这个色说成是心的话 就变成说是万法为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其实又把刚刚我跟同学所说的 这个色其实是心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所呈现的就是色 这个色不可以把它说成他是心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有为天台原教 那一个所谓的为色的意思 有他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思在 不管有没有理解 暂时先这样 所以底下我们看 须知万法为心 这个其实怎么样 还没有办法去表现原教的真正意涵 所以上间全教 他师皆说 他师皆说 一切为色淡在原中 淡在原中 就是这个原教 其实不会讲万法为心 他不只讲万法为心 也讲一切为色 道理在哪边 因为色心不二 所以独从无主以便义 然后间别 具怎么样 为属缘故 就是这个具字啊 具字就是心具一切 色也具一切 色心不二 的这个具字 只有原教才怎么样 有办法去解释这个具字 别教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 有这个具字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道理在 层次道理在 那这个呢 其实是属于色心不二的部分 不管同学了解到多少 那总之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课本其实是没有提到啦 那没有提到 其实也是一样是 应该是理所当然 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深一层次的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而这个深一层次 如果同学觉得说还有一点迷惑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要补充的就是有关 湛南大师的色心不二门 色心不二门呢 其实是一个 我相信其实同学 从一开始就是有上那个 法华悬疑法华文具 一直这样过来的时候 对于色心不二门 我相信其实不会太过于陌生 对不对 为什么不会太过于陌生呢 因为我们在法华文具的时候就曾经提到 后来陆陆续续呢 也稍微做一个所谓的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天台的一个所谓的法华文具的时候 主要里面的内容就是讲 基门十庙跟本门十庙 对不对 而这个基门跟本门十庙呢 是法华文具所写的 然后是智者大师所说的 那赞然大师呢 依照智者大师的一个所谓的 本机二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十庙呢 他做了一本论著叫做十不二门 十不二门 十不二门就是讲到有关那个 所谓的相对的不二有十种 那色心不二是第一种 是第一种 其实还有另外九种 另外九种其实我不太想讲 让同学会产生太大的一个所谓的困扰 那色心不二门呢是第一种 那我要说的是 这十不二门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赞然大师啊写这个十不二门之后呢 他所南瓜的 其实是包括智者大师 天台的教义之外 还有有关实践的层面 有时候他南瓜了智者大师的 意理的部分 还有摩合直观的精华 都在这十不二门当中 所以后代祖师 对于赞然大师的这十不二门 总共有五十几本的著作 祖师五十几本的著作 在注释十不二门 当然解释的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 所谓的层次跟所谓的差别 总之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有关天台 教跟关的核心跟精华 核心跟精华 核心跟精华 那这个十不二门呢 的第一个就是色心不二门 就是其实在解释刚刚的 那一个所谓的色跟心的部分 让同学稍微做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而这个理解呢 就是从原教的角度去做切入的 去做切入的 那那个所谓的色心不二门呢 同学就可以看到 是从十庙当中的静庙 来做一个所谓的立民的静庙 那静庙其实是基门十庙当中的第一庙 静至行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十庙当中的第一个 而第一个呢 其实天台中用十如十二因缘 四地三地二地一地五地 总共有七颗来说明一切万法 而每一个呢 都有总跟别的两种意思 那同学就是循着这个意思 这样看下来 这个其实我是找那个所谓的注解 来当作是一个所谓的解读 诗不二门的色心不二门 不是讲这么简单 这个是比较白话的 就是 帮助同学有一点点了解 而呢 色心不二门从总跟别 这两个角度来切入 做一个了别的时候 总的方面其实就是 我们众生有没有 现前的根 六根对六成 我们不断不断的相对 然后起灭的这一念是总 就是一念三千的一念 那别呢 其实就是分色跟心 色跟心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其实可以对的 可以是色 也可以是心 所以随便 举哪一法都可以做总 但是在现前的观形上 就是以呢 一念心法当作是总 就是一念心啊 当作是一个所谓的官修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修持 修持 所以呢 一切诸法无非是心性 然后呢 随染静缘全体启用 所以心具三千 而且色呢 也是一样是具三千 心怎么样能够造 色也是一样是能够造 这边所要表现的是 心跟色 其实是不二的意思 不二的意思 那这个是有关色心不二的意思 所以心跟色只是三千 那这三千呢 其实是居在这一念当中 一念当中具足什么呢 具足心也具足色也具足三千法 没有另外一个体是三千的 所以这个心跟色 其实可以说是非色非心 也可以说是而色而心 为色为心 这个就是不二的意思 不二的意思 那这个是有关色心不二门 做一个补充 我不知道同学可以理解到多少 总之呢 其实这个就是在补充这边 心能够色能够造心 心呢 色也具于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认知跟理解 从十不二门的色心不二 我想做切入啊 这样子的话 其实应该可以有一点点的一个依循 然后对于天台的这一个所谓的不二的部分 看可不可以有稍微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知道 了解这样子 好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我会觉得还蛮核心的 还蛮核心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课本 其实并没有提到有关色跟心的部分 而色跟心其实跟我们所谓的 灵烈心当中起观修的所缘境有没有 的这个色跟心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 而呢我们经文当中所呈现的 这一个所谓的样貌啊有没有 经文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样貌 比如说深微妙有没有 然后涌出金色微妙的光明 还有化成百宝色鸟 这个完全就是所谓的静的部分 也就是色的部分 那在这边呢色跟心 如何去做一个所谓的理解跟认知 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地方 把它当做是一个所谓的 所缘境上的色而已 而不知道其实这个色 其实也是一样是心 也可以说是微色 其实也可以说是微心 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原教的核心的认知 那这里其实我相信应该会有 对于极乐净土 会有蛮大的突破的了解 好那先介绍到这里 先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课本上 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课本上的说明其实是 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其实并没有切入到 天台的色心不二的 这一个所谓的观点 的教理上的诠释 所以我们看文 上淡明池水流动 是月水星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对 那个流动就是随着我们的心 而上而下 经文呢 并能够说法立身 而且真人观慧 父能够一音演说随类各得解 一音演说随类各得解 所以一音演说随类各得解的时候呢 小庚总席的人 听到的时候是苦空无常无我 四念处法 同学知道四念处吗 对深受心法 苦空无常无我 还有深受心法等 的这样子的一个声文圣法 大根人文呢 就是便为世界忍静等诸婆罗蜜 就是六度当中的不失磁界忍入精进 还有禅定智慧等波罗蜜 并呢赞叹诸佛向好的一个功德 所以这个有分小根跟大根 那小根呢就会言真断货 大呢则真道损生 言真断货的真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个可以 就是正得空啊 正得空 那正得空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断除我们的见识二货 见货乃至私货嘛 对不对 那大呢大胜者 其实就会增加我们的道力 有没有 减数我们的生灭法 在这个地方不断不断的 在菩萨道的修持上提升 这个是小生跟大生的差别 父呢从如意诸当中涌出金色光明 然后呢化为白宝色鸟 出呢和雅音 出和雅音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经文是 奇光化为白宝色鸟 然后呢和鸣埃亚 对不对 有时候其实这个白宝色鸟 他所唱所叫的这个声音 有没有 是埃的 但是呢 又是典雅的 是典雅的 那这个就是有关埃亚之音 所以这个埃亚之音呢 其实就是和雅音的意思 然后呢唱三宝之德 就是佛法生三宝的德 然后令诸文者 可以自然接生念佛还有念法 还有念神之心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水可思议吗 意思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不可思议的意思 那这边有讲到唱三宝德嘛 对不对 那刚刚其实在谈到 智里大师的注解的时候 有跟同学介绍同体跟别体 所以这里的三宝德 就不再多说 就不再多说 那以上其实就是主要 这一个所谓的这一段经文呢 的这一个理解 这一个理解 那当然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所谓的书庙 的那个所谓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其实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其实我介绍过 慧远大师 东晋慧远嘛 对不对 东晋慧远大师 他其实也是修净土法门 而他修的净土法门 也是一样是观想的 他不是称名 是观想念佛 所以当时其实他在庐山 其实在修 那个所谓的净土法门 他建净土道场嘛 对不对 然后有那个所谓的同志 然后一起修净土法门 好像49个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都往生 实在是太殊胜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道场 可以去好好的去做进修 这个实在是 真的是要有 非常非常大的愿力跟道心 他当时 其实是连续十几年的时间 都是在想七宝池 所以他其实在一生当中 就看到三遍的 这样子的一个七宝池 那他看到的 其实就是跟经典所描述的 一模一样 但是他都没有说 一直到他第三次看到 这一个所谓的七宝池 八宫得水的时候 他才说 因为那时候 其实他已经知道他怎么样 他快要往生了 他快要往生了 而他说的时候 大概就是经过七天之后 其实他就蒙佛接引 蒙佛接引 那我们其实在 就是慧远大师的传记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那当时其实 我之前其实有提到过 他当中的一个叫做 刘怡敏的 他也是一样是往生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殊胜 那这个是观想的殊胜 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称名念佛 把它隔开 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净土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修持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在修 不管说是哪一种净土法门的时候 有所依据 而且透过这个所谓的经典文字 相信我们对于极乐世界 有更加更加的一个熟悉 还有更加更加的欲要想要前往 的这样子的一个心 这样就不往我们上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解读 解读这样子的一关无量寿佛经的课程 对不对 然后透过经文 然后透过我们对于 那个文字的理解的时候 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浩耀 那其实就会帮助我们 在修持上的一个增长跟增进 好 那就是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往下再来看 节观 节观我看下一节课 来谈好了 同学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八公得水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有关我们 持观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节观成的部分 视为八公得水响 明第五关 一样 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是八公得水的关 这个叫水响 好 那这个是属于第五关的部分 那前呢 第二本是冰关 从水嘛 对不对 然后变冰 然后变流离地 那先呢 用水当作是所缘境 所以因为他的一个所缘境而立明 叫做水关的名称 那这个第五个本来叫做水关 那因为跟第二个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把它立为是持明 持明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后代祖师在立明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而有他的一个名称所出现 要不然同学可以看到啊 如果依据经文的一个立明的时候 这个关应该叫做水关才对 对不对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在讲水响水响 好对不对 那立明呢 其实就是因为有第二关的一个所谓的原因 然后所以立持明 那其实是水 故呢 结水响为第五关 就八公得水 对不对 水响这个是第五关 但是同学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名称 十六关门的名称 水关是第二关 而第五关是叫池关 好池关 好那我们看底下的解释 素语呢 言八公得者 八公得 那八公得呢 这边的立明 跟我们刚刚 其实跟同学做入解的立明 有一点点出入 好 同学可以看一下就是 轻轻 冷暖 冷暖 软 然后美不臭 饮食调试 还有淫 乙无患 这个呢 等一下会解释 好所以同学不用紧张 好那这边的底下 那其实是用五入 就是色身香味醋 法的这五入 然后呢 来做一个所谓的区分 区分 那同学可以看到 清是属于色入 不臭呢 是香入 清冷软呢 是醋 美呢 是胃 调试跟五患呢 是法 那这个呢 其实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我想应该不会太难 唯一呢 其实少了一路 叫做深入 对不对 没有深啊 只有色香味醋跟法 那这个呢 述呢 是智者大师所做的 所以在智底大师的抄 其实就把深入做说明 深入是 并前说法是深入 虽成六路呢 但是都是妙境 所以让行者呢 可以肃正无声 所以 这里就是在讲 八公得水的一个呈现 其实也是一个 让行者可以怎么样 可以很快提升 可以达到无声的一个妙法 达到无声的妙法 好以上这两个 可以吗 好可以 如果同学觉得字呢 没有办法去那个解读 可以参考投影片 我把那个段落分的比较清楚 然后呢 那个颜色标示不一样的颜色 对于六路的部分 我想应该会很容易去做解读 就是色身相畏处法的部分 好 那因为底下还会在解释 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就不用停留太久 直接看地贤法师的注解 切味有没有 他所说的功德呢 就是妙用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水呢 有八种妙用 所以称为八德 所以称为八德 好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八德的内容 那这个八德呢 我这里的瓜糊就是注解 我们其实在阿弥陀经 或者是一般对于八公德水 他的这个八德的注解是这八个 就是澄清啊 澄清啊 清冷 甘美 有没有 然后清软 清软 其实就是第四个软德的 这个字的软的意思 然后呢 润泽安和 饮食可以除饥渴 还有可以长养株根 可以长养株根 那那个我先把瓜糊里面的八德 略略的跟同学做解释 当然啦 词也是一样是可以看到他的意思 那解释一下 我想应该会更清楚 那里面的八德解释之后呢 再来看底下 就是我们课本上 对于这八德的解释 那我想其实就可以一并做了解 第一个沉浸 沉浸的意思呢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水怎么样 澄清还有干净嘛 对不对 而怎么样 没有污秽 所以这边的一个所谓的干净 就可以想像这个水一点污染都没有 像什么呢 像镜子一样 像镜子一样 而且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嘛 就是保持底下 都可以看到池底部的金沙 所以这个水的干净 就可以看到底下的金沙 都怎样 粒粒分明跟清楚 这是沉浸 第二个是清冷 清冷 清冷 不要被那个冷字所怎么样影响 好冷喔 不是喔 这个冷字其实就是凉的意思 就是清凉 然后清凉的意思就是 没有烦恼的意思 因为有烦恼其实就会有什么样 就会有那个烦热就烦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清凉 其实可以对比我们内心的清净 跟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清凉的意思 所以这个凉是不冷的 是清爽的 是舒服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那个所谓的和适的 第三个是干美 干美其实就是水的味道是好的 是干 像我们的山泉水一样啊 甜的的意思 那清软呢 是水的性质 是软的 所以它的一个柔软呢 跟我们说婆世界的水啊 是很那个所谓的硬 人家说硬水软水对不对 有它的一个所谓的差别 那因为水啊 是软的 所以它能够上也能够下 对不对 我们就寻速上下嘛 对不对 那第五个是论则 论则的意思其实就是可以 可以滋入我们的身心啊 那所以这一个所谓的伐水伐水嘛 不只滋入我们的身心 还可以滋入我们自己本身的道业 所以它有它的殊胜的地方 那底下呢是安和 安和其实就是安宁 然后可以怎么样 安稳舒适 安稳舒适 那饮食呢可以除饥渴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止渴 而且可以怎么样 去除我们的饥饿 所以这个时候呢 水就可以补充我们的养分 养分 所以光光喝水就不用吃饭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那底下呢 最后一个是长养竹根 所以这个更重要 就是可以长养我们的上根 在这里是不是修行上 是不是更加增加一层 我们自己本身的上根福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太殊胜了 那这样子的环境不进步也难 不进步也难 这个就是八公德水 八公德水 那大概知道这八个之后呢 我们看底下 就是我们课本上 对于八德的注解 那跟上面的这八个 其实大概是差不多差不多 第一个是氢 氢呢 其实不但不若此水 但能下注 只能够往下流 不能够往上 那在极乐世界的水 可以能上能下 那经中有说 循速上下嘛 流注滑尖 这个是氢 第二个是氢 就是氢进的氢 那这个水呢 触泥沙怎么样 这里的水 接触泥沙就变混浊 但是极乐世界的水呢 是清洁自如的 自己其实就会 就是展现清洁的样貌 第三个是冷 池水欲曝呢 则热 有没有 我们今年的夏天 特别特别的炎热 那个水摸起来 都是热的 对不对 但是在极乐世界的水呢 是凉冷自弱的 凉冷自弱 就是凉的意思 清凉的意思 第四个是软 那池水呢 就是体质强硬 往往可以冲坏 糖体 那可以想到的就是像谁啊 像那个中国大陆的黄河 有没有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暴涨的时候 哇 那整个那个所谓的 村庄啊 沿岸全部都淹没 那极乐世界的水呢 是体质柔软的 而且能够利益余物 这个是软德 第五个是美德 就是池水淡而而卓味 而呢 极乐世界的水 是干而清美的 第六个是香 就是池水全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的水是没味道的 说水有味道的 那是添加物 那鼻水呢 是扑鼻 而且是分香的 分香 第七个 迎着五燕得 就是池水多饮生燕 有没有人说我在喝水长大 喝水吃饭 当吃饭 没有嘛 对不对 而呢极乐世界的水 迎着可以怎么样 调和我们的生跟心 第八个是五患得 就是池水饮多会生病 而且病饮呢 其实会争据 那鼻水可以调神开会 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 而且增加我们的道力 增道损身 故呢称为八公得水 总之其实这八公得水是很殊胜的 那单单比照我们说婆世界的水 就可以知道那一个所谓的差略 有多么多么的大 差距有多么多么的大 让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的一个环境 有更加的认识跟向往 跟向往 好以上呢是第五关 第五关的持观 那前面一到五其实是有关极乐世界的 一报的部分 所以呢到第六个也是一报哦 他是总观 是总观 也就是说其实 从第一呢一直到第五 把他全部统合起来的意思 然后呢其实就是总观的意思 就是全部的一报 讲极乐世界 其实这一个就是总观的部分 总的一个复习 总的一个复习 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到这个一报我觉得很好啊 我们对于是不是极乐净土 其实那个所谓的环境 是不是有更加深一层的了解 其实是不只这样啦 我自己本身其实看了之后 其实不只了解哦 我们就对净土法门的道理 其实有没有更加的掌握 我会觉得啦 那同学可以自己本身去拿捏自己本身 我们对于这几个官们之后的认识 到底更清楚更深入是在哪个地方呢 而且认识之后有没有帮助我们持民念佛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态跟态度 还有观念 那相信其实对于自己本身呢 修持上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那我们看那个总观 其实有分四个那个所谓的段落 第一个是保隆 就是我们直接来看 我们直接来看 众宝国土一一界上呢 有五百亿的保隆 所以你看哦 每一个段落所呈现的境界 真的实在是殊胜不可思议 众宝国土一一界上的界 我会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有五百亿的保隆 每一个界嘛对不对 有五百亿的保隆 那有多少界有非常非常多不可数的界 所以它的一个所谓的保隆 也是一样是不可数的 不可数的 这个是保隆的一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树木字 跟它的一个样貌 就是把它的一个概要 极乐世界的保隆 大概有多大把它呈现出来 那第二个呢是月参 是月参 那月参呢 其实齐呢楼阁当中有无量的诸天 然后坐天即月 久呢有月气呢悬处虚空 如呢天宝床不古自明 是久吗 又嘛又有月处 所以这个字是错的 我觉得好奇怪 好那这句话呢 其实同学可以把它分成内跟外 的一个层次来做一个理解 楼阁当中有没有 是内 那又有乐器 旋处虚空 是楼阁的外面 因为虚空嘛对不对 所以内跟外 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音乐上的一个 所谓的呈现 那楼阁内呢 是诸天坐天即月的音乐 即月其实就是演奏音乐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即月 那楼阁之外呢 是月处旋处虚空 没有人奏乐 是不古致名的 自己想音乐起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楼阁内 还有楼阁外的音乐 其实这个音乐所演奏的 所吹响的 都跟法有关系 什么法呢 都是跟说法有关系 同学有没有觉得 这边讲的法也是 念佛念法跟念生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 三宝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其实真的 那个所谓的程度 其实到极乐世界怎么样 是更加更加的一个 所谓的加修 就是有关三宝的理解 其实可以到 那个所谓的极致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修行上的 一个所谓的更深一层的一个突破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那个音乐 从我们第一关一直到这一关 同学可以知道吗 我们其实极乐世界 所呈现的音乐就有很多 对不对 有什么呢 有风声 有流水声 有没有 这边有祭乐声 还有 我们其实刚刚有 谈到的鸟鸣声 有没有 还有什么呢 树 经过树 经过风吹之后的一个树声 种种种种的 其实极乐世界的声音 它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说法是不断的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 那个所谓的声音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法声 那这边所呈现的是音乐声 是音乐声 那音乐声其实 可以让我们其实更加的 在所谓的法上的一个所谓的听吻 当然如果说艺术当中 除了音乐还不止 不止 但是极乐世界其实就是 以音乐为主 然后来做一个说法上的一个 所谓的传递 那我们看一下 科标乐声 就是在楼中听乐声 还有空中的自民声 那所出的声音呢 有微宣妙法 让人听着令人闻者呢 可以随机获利 然后呢受益无穷 那同学刚刚其实有知道 这个说法声 其实有分小圣大圣 所以其实根基 其实没有分高下 其实一听到这个法音 随着你的根基 而去做一个所谓的接受 那接受之后 其实我们在修行程式上 就有相应 就会提升 那就是这样 不断不断的提升 而怎么样 而可以当身成就 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的寿命无量嘛 所以可以当身成就 是不可思议的 只会进不会退啦 只会进不会退 好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的月声 第二个部分的月声 那除了这个月声 其实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我们的了解 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 尤其是在佛教道场 这个音乐 其实我们是不太讲 那个所谓的世间的音乐 我们谈的叫做 对 泛音 泛音 这个泛音其实就是清净的意思 清净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清净 因为其实 我们在佛门当中 所唱的这一个泛拜 我们叫泛拜嘛 对不对 唱的这个泛拜 其实唱的好 我的师公就唱得非常好 他已经往生了 那他以前是戒场的二师傅 而戒场的二师傅 其实是专门唱泛拜的 单单听那个泛拜 就会让我们升起悼心 所以那个泛音 其实是清净音的 原因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让我们 其实就会感受到 那一个所谓的 那个心灵上的进化 有没有 然后自己本身悼心上的提升 这个就是有关泛音 他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殊胜之处 是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所谓的音乐呢 跟世间的那个所谓的 舞欲 让我们在感情上 不断不断的沉沦的那种音乐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乐声 其实就可以用 这一个泛音的 一个所谓的概念来做理解 那就可以知道 极乐世界的这一个 所谓听乐声 还有自民声 让我们修行上的一个提升 是受益无穷的 受益无穷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结成 慈想成语 名为初见极乐世界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到 初见会吓一跳 这样才初见 那细见 是多么多么的 这样子的一个壮观 因为为什么是初见呢 因为我们从第一观到这里 其实都是在讲一报 而正报其实是更加的深细 我们进入到底下的相关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那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维系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描写 那当然是到那个所谓的 佛跟菩萨的一个观法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佛的殊胜 所以这个叫做初见极乐世界 宝树保地保持 视为总享官 那这个呢 名为第六观 名为第六观 那我们直接来看底下的解释 底下的解释 超语呢最初细念 最初细念指的是第一观 对不对 第一观或者是第二观 且呢既此土的日跟冰 以为方便 就是第一观的日观 跟第二观的水观 次呢 观彼国的帝树持楼 所以因之此事呢 得厚厚者必得浅浅 所以故楼观尘呢 世事都现 世事都现 不会说 我观楼观尘了 我第一观还观不尘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因为第一观比较好观啊 因为就是借我们 娑婆世界的太阳下山啊 然后观太阳 然后眼睛打开眼睛闭起来 都可以看到太阳下山的样子 而且呢 还有光明的一个所谓的光明上相 这个其实是相对后面 有点是简单多了 所以后面观尘前面一定会成就 那其实比较保险的就是 一个一个次地这样上来 那我们的观呢 其实就会渐渐成就 那当然到第三观就入三妹 三妹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那个功德 不断不断的开险 开险的时候 那个极乐世界的样貌 一一呈现出来的 那个不可思议的状态 那就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 那个极乐世界的殊胜样貌 事故至此得总观明 虽云总见呢 若望后观此呢 有约略 约略啦 就看到这边 其实看到保树保地保持 哇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如果呢看到后面 哇那更加不可思议啦 那看到后面 其实就可以知道 这边还只是初见而已 初见而已 后二句呢是结明 后二句就是后面这两句 是为总观想 名呢 第六观 名第六观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六观的部分 第六观的部分 好这个是有关结成 那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利益的部分 好利益的部分 其实后同学看到这边 包括会觉得说 这个实在是不可能会达得到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就如同一开始跟同学所说的 其实这边后 其实主要对于我们像末法时代的众生 那而且我们的算是根基 还有我们的帐 其实又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样 从我们心的放这个地方开始着手 做起 当我们其实心要放开的时候 放开的时候 其实就是渐渐的心可以打开 放下万元 放下万元 所以我们在支持名号的时候啊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支持名号 其实还没有到达一心不乱的时候 还没有入得念佛三妹的时候 我们的心其实都会有 那一个所谓的局限嘛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会有那一个挂碍 那这个时候 我们懂得这个放的方法的时候 一开始跟同学讲的 六根对六成的放 有没有 我们感受好感受不好的放 我们那一个自我坚持的放 我们我所有的 我的那种放 一一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心 就会渐渐打开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切入啊 相信不管说是观佛 或者是支持名号 一定会有相当的一个好处跟作用的 是在这个地方顺便提啊 顺便提 因为面对如此殊胜的大的境界的时候 真的心量没有打开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提醒我们 要不断不断的打开我们自己本身的心量 以及放下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份执着 这一份执着 好那我们看第四个利益的部分 若见辞者除呢无量一节极重恶业 可以看到有没有到我们这一关 第六关的时候啊 他除的这个恶业更加更加的多 对不对 而且喔他所说的是无量一节的极重恶业 极重恶业 所以命中之后呢必生彼国 所以能够关到这一个关的时候 其实那个所谓的极厄业啊 其实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做事关者名为正关 若呢他关者名为邪关 所以我们看底下注解其实就很清楚 那利益有两个 一个是灭罪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生息 一个是生息 不用说喔像那个我们经文当中 所说的阿瑟士王对不对 他其实所造的就是极重的恶业 是父嘛对不对 那其实不只是他啦 我们其实如果知道 我们历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有很多个那个皇帝 他登基的时候 都是杀了不少人而登基的 所以当皇帝的时候 其实很像阿瑟士王 也是一样是流了不少人的鲜血 而上去的 这个都是极重恶业之一 对不对 像唐太宗啊对不对 历史上记载他是皇帝嘛对不对 但是他是杀了他的哥哥 对不对 那包括像那个五代十国 还有五胡乱华的那些国家 很短时间成立立国的 那些国王或者是皇帝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极重恶业 到这一关的时候就可以灭罪 是很殊胜的 很殊胜的 很殊胜的 那除呢一节集中恶业 这个就是灭罪 这个就是灭罪 命中呢必生彼国 这个呢其实就是生息 就是有这两个利益 这两个利益 前呢地臣 地臣就是地官 对不对 第三官 可以除八十亿节 后座官 座官就是第七官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座官 可以除五万亿节 那这个树木字啊 其实都是佛的智慧所说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 其实就知道就好了 那不用去说 去做比较不需要 这个不是初心人所能够去做私益的 那我们听之后呢信受奉行 这样就可以了 信受奉行这样就可以了 好以上就是第六官的总官 总官 那总官呢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比较简短 其实就做一个所谓的结束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涵盖前面五官的意思 前面五官 好 那那个所谓的正官跟邪官 我想以前其实上面 其实我们有说过嘛 对不对 那个依照方法去做就是正官 不依照方法去做就是邪官 那如果说这个官 那要不要老师教 要 一定要啊 那如果没有老师做一个教导 自己本身依照经典的修持 是有 一点问题的啦 因为其实 就是修持官法一定要有 民事在旁边做指导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 做一个所谓的 修持的时候 最好还是一样是持迷念佛 会比较稳当一些 会比较稳当一些 那有关正跟邪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一样 依照老师的一个教导 而且这个老师一定要怎么样 有体验过 有修持过 才有办法当我们的老师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师 才可以去做一持 如果没有自己本身修持过 也没有去体证过 然后要做我们的老师 那同学可以做怎么样呢 做思考一下 做思考一下 就是那个一子的老师 其实就要做一个抉择 做一个抉择 好 那我们看第七官 第七官 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所谓的 震报的开始 那也就是跟前面六官 有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分 分渠 分渠 那第七官呢 是已经开始从一报进入正报 就是观正报的部分 观正报的部分 而观正报的第一官 不是直接观佛菩萨 他观的是花座 很特别 很特别 就是其实 花座跟佛是不分开的 不分开 因为有佛出现一定会有花座嘛 所以初呢 观发花座 初如来戒许 如来戒许 如来怎么样 就是戒 戒言 戒言 然后允许韦提希夫人 然后她的一个提问跟要求 初次听许说 那我们直接来看经文 直接来看经文 佛呢 告阿难跟韦提希夫人 韦提希 地听地听善思念之 吾呢当未如分别解说 除苦恼法 如等一词 广为大众分别解说 同学可以看到 头影片上 其实我对于这段经文有做三个 那个所谓的标志 三个标志 而这个三个标志是什么 三个标志就是 文思修 文思修 为什么呢 那其实有这样子一路这样上 就是我们这样跟着这样经典导读 其实就很清楚 地听地听就是 文 对 就是要怎么样 好好的听我说 文 善思念之的思 就是思 对不对 思就是听好好的思考 听到的法 善思念之 所以这个是思 所以听到的法 其实是要用来思维的 不是听到就忘了 因为你思考之后 你才能够如法的修词 所以没有文跟思 你的修 修不动 你这个叫做盲修瞎练 所以后面的义词 就是修 就是修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在修哪一个法门 就是怎样 要文 要思 要修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过程 吴呢 当魏汝分 当魏汝分别解说 除苦恼的方法 除苦恼的方法 因为我提西夫人怎么样 知道这个世间太苦了 你看我提西夫人还过为一国的夫人 她亲自感受到世间的苦 这个苦其实是切身之痛嘛 自己的儿子要怎么样 要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跟自己 所以这种所谓的苦恼法 是世间的大热之苦 大苦恼之法 大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经历 那如等一词广为大众 然后呢 分别解说 就是当我们其实听到思维 然后去受持的时候 那不要忘记 把这份受持的功德利益 一样分享给大众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自立立他的 一个所谓的精神 所以就是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让韦提西夫人好好的去做一个受持 我们看底下的一个说明 前六是依果 依报嘛 所以这个依报呢 是镜像 还是属于粗的 今后呢 是正报 形色有为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未来 从这边开始 所要谈到的 这一个所谓的 那个正报的部分 是更加的精细有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如来对韦提西夫人 是加重 怎么样 叫他要好好的听 好好的听 对不对 而且要地心观察 这个时候要更谨慎的 好好的来做一个观 做一个观察 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其实会比依报更加的维系 而且更加的难观 难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如来加重他的一个言辞 要让韦提西夫人怎么样 注意听 听过的时候还要散失 还要散失 这样子的话 其实才有办法去受持 这一个所谓的观法 好底下就是三圣现象 三圣现象 就是如来呢 跟韦提西夫人怎么样 说了之后 其实有一个状态出现了 当然这个状态是好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三圣显现 西方三圣显现 所以说是与时呢 这个时候无量受佛 助力在空中 还有观世音大事至 是二大事 这二大事就是法身大事 在无量受佛的左右两边 然后呈现光明 这个光明是赤胜的 是赤胜的 不可俱见 没有办法完全看得清楚 百千炎幅谈金色 不得为比 所以看到这个光明 它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美妙 同学很多人 在这边把这个光明 跟那个太阳的光明做比较 必须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同学知道吗 因为我们看到太阳 没有办法是去看太阳光 因为太阳的光 是从外面而来的物质 所以那个日光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肉眼去承受 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光明 但是这里的光明不一样 因为我一再有说 其实极乐世界的任何的样貌 都是从我们本性所出 如果我们本性要呈现这个呢 一定要心亲近啊 而心亲近的前提 一定要先怎么样 让我们的心有集中 然后呢 心亲近 然后有心光明 然后我们的本性怎么样 才会呈现出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殊胜 那个所谓的形状 样态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感应道教 然后我们的本性流露 这个光绝对跟太阳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让同学稍微有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清楚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本性之光呢 跟那个世界的这个太阳的一个色法 是不可相比的 不可相比的 那我们讲到太阳嘛 所以这边说的说的百千炎福坛金色一样 是不可以相比的 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好这一段呢 其实我们来看底下的解释 底下的解释 如来正许说时 就是如来正要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西方三圣就出现了 就是阿弥陀佛跟二大士 二大士 这个二大士当然就是我们的法身大士啊 就是观世音跟大士至菩萨 并立空中 并立空中 同时呢 在空中就是出现全身显现 唯以光明赤盛 那个所谓的光明呢 是非常非常赤盛的 那初心不能够聚见 不能够聚见 其实就是不能够完全看见啊 就是这样子的光明 其实要完全看见是不可能的 射以百千亿的炎福坛呢 比较也没有办法跟那个所谓的二大士 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做比较 圣像金像荒药 再可知一 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圣像呈现 那么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明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光明呢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宝 来做一个比较都没有办法 因为书胜书略差太多了 书略差太多了 好这个就是有关三圣现象 他的一个展现 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一直读到这个地方 同学就可以知道 像这个所谓的 在三昧中所呈现的任何像 或者是光明 其实他的一个前提就是 新专注嘛 新清静 然后呢 其实就有光明像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们都说哇好殊胜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瑞相呈现 这个在我们这样子一路读来 其实就知道 这个是一定会的 新清静到一个程度 其实就会展现 更何况其实是入三昧的时候 这个功德力就怎么样 发挥 那更剩一层 其实就有更殊胜的一个样貌出现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 那个所谓的 主师大德传记的时候啊 比如说 我曾经有跟同学说嘛 像 善导大师他不是称念佛号的时候 称念到其实口会放光对不对 这个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 心清静 称念佛号心清静的一个所谓的 万远放下嘛对不对 心没有攀远万远放下的一个 功夫存熟的一个感应样貌 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口出光明 其实是一个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理解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就不要一直想着 我什么时候要口出光明 这样子的话又错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不要想着感应 我们的心清静就是 不要有任何的要求 任何的想说我要怎么样的一个 修行殊胜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心清静 这个就是心清静 只不过说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本身所读过的 比如说传记啊 比如说经文啊 有更一层的一个体证 知道说原来修持到这个程度 其实是一种功夫存熟 专心一致心清静 然后怎么样呢 呈现光明的样态 这个是自然而然会呈现的 但是这个要有功夫 而我们要用的其实就是 那一种所谓的 专心一致的一个功夫的持续 那这个功夫的持续呢 就不用看结果 不用看解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功夫到了 就会出现 功夫到就出现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纯粹用功 纯粹用功 那如果说我纯粹用功 怎么还是没有看到佛光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佛光之中 只是我们暂时看不到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问说 光明怎么还没出现 不要这样问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 对于佛号有一分的信心 有对于净土有一分的信念 有一分的什么样受持 其实这个就怎样不要怀疑 就不要怀疑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佛光的 佳辟之中 佳辟之中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所谓的支持念佛者 行者必须要去知道的部分 记得哦 不要想说感应怎么还不来 我怎么不放光明 这样是错的 这样是错的 好 这个就是有关 顺便提到善导大师 他的传记当中所提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夫纯熟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不只是这样 因为人家这样子 从一起来 甚至睡觉的时候都在用功 我们看到有名颜导大师 也是一样是如此 一天下来 他所修行一天的 那个行持法门 可以让我们修持大概一个月 或者是一年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功夫 用的多么多么的一个所谓的 纯熟跟所谓的得力 这个就是我们比不上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不断不断的培养 我们在这里用功的纯粹 不是用力哦 是那个所谓的精进 没有懈怠的持续 不是叫你去用力去用功 用功一天就休息三天了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要那个不断的持续 不费力的不断的持续 提醒自己 在那个所谓的觉知 然后念佛这个地方的一个持续不断 持续不断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部分 好 那底下呢 为未来请 为未来请 为未来请呢 其实就是韦提希夫人 为我们后世的众生 请什么呢 请法 所以我们对韦提希夫人 要有一分的感恩跟感念 对不对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法 可以去受持 跟来去做一个听闻 持维提希 维提希见无量寿佛矣 见无量寿佛矣 然后呢 接触作礼白佛言 世尊我今呢 因为佛力故 请问一下这个佛力是哪一尊佛 对 释迦佛 因为韦提希夫人 因为释迦佛的缘故呢 可以看到无量寿佛跟二菩萨 你说啊 是不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 也有 但是主要是释迦佛的原因 未来众生要怎么样可以观无量寿佛跟二菩萨 同学可以看到 韦提希夫人跟他的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是阿瑟士王 就是不一样 有没有 一个是小圣根基 正三果就没事了 韦提希夫人其实就是大圣根基 还会想到未来是众生 所以当云和观无量寿佛跟二菩萨呢 这个就是为众生请法的部分 为众生请法的部分 那我们看底下的一个所谓的注解 底下的注解 为提议见三圣像 然后呢 顶皆足礼 这个皆足礼呢 其实就是用手捧着佛的两个角的意思 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皆释迦佛的足 然后百佛言 对 接足礼白佛言 就是接释迦摩尼佛的足 然后 那个 不是礼三圣 是礼如来 就是礼释迦摩尼佛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那个地贤法师 其实在这边其实就有跟我们讲 因为有 那个无量寿佛出现嘛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搞混 到底是哪一尊佛呢 为后世众生请观三圣法固 就是有关要如何去观 那个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 还有我们的那个大士智菩萨 大士智菩萨 好这个就是韦提西夫人呢 其实为我们那个后世众生请法的部分 后世众生请法的部分 好底下再看一点点好了啦 就是看一点点下个礼拜可能还会再稍微 所以就是让我们那个重新回顾一下 韦提西夫人请的这一个部分 佛呢就是告韦提西想要观彼佛者当其想念 还是一样喔 用这个想字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观无量寿佛经的一个 所谓的修法的这个想字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想其实也是观的意思啦 那另外呢这个想经过智者大师 还有智底大师的一个解释 其实这个想的想呢 其实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心性当中 所以我们的心性是包罗万象的 那也呢一切法都是在心性当中 一切的现象都是从心性所显现 所以这个想念在天台的这一层的解释 格外具有那个意义 格外具有意义 那观彼佛的者要其想念 于呢七宝地上做莲花像 所以重点的它的一个什么呢 方法就是奇想念 奇想念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一周再来 再对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做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所谓的解释跟说明 因为到这里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周再来那个往下来做一个所谓的解读 跟那个导读 好同学请合掌 愿你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世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